希望有些主題 小朋友 有些公仔 有些卡通人 喜歡的 將一些歡樂 開心的姓氏 戴回小朋友的房間 剛好沒有那間公司 有三個房間 其中一個房間 都打算做大一點 拍攝全家福 這個增值服務 真的很難得 裝修家 原來出發點 都在小朋友身上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因為上網體驗很多 你們做了的個案 覺得有些 尤其是小朋友的房間 那些卡通都做得很好 還有 看到你們做了這麼多個案 都比較有些信心 因為知道外面 有很多傢俬店 或者裝修公司 做出來的事情 都答應了你們 後來做出來的結果 可能根據不太好 都因為你們有ISO 儘管去找你們的店舖 去問一下 覺得你們的所有程序都很清楚 就決定不找你們做 既然護主這麼重視囝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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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囝 例如小朋友 有些公仔 有些卡通人物 喜歡的 希望能夠將一些歡樂 開心的信息帶回小朋友房間 因為剛好那間屋裡有三個房間 其中一個房間 都打算做大些地方見洗些 而且地方大了 那些傢俬或裝修的發揮空間 是比較容易的 裝飾品的點綴 是不可說缺的一環 在設計上 設計師都花盡心思的 將跑車的概念放入設計裡 而將組合床為例 下層就是用了汽車模型來做設計 而衣櫃亦都設計了不同的卡通圖案 令到小朋友更喜歡留在房間裡 拍飯廳和主要房間用了英式設計 都是女戶主要求的 點牙的傢俱 就是用胡桃木裏做的 英式設計 其實都沒有特色 因為我太太比較喜歡 我太太喜歡一些 點牙的設計 還有我們有時候 都會看一些傢俬雜誌 去參考一下 或者一些設計公司 造成的裝修個案 這裏抄抄抄抄抄抄抄 又會做了現在實際出來的效果 設計情報中心三年的小學服務 和師傅的表現 業主都很滿意 做到我們心目中的要求 還有都很認真 看到那個過程裏面 譬如進來很小心 搬一些傢俬 盡量不會讓它刮花 而有些入了火之後的 倒閉、維修那些都做得很好 就不會弄髒我們住的那間屋 而師傅也很有禮貌 都盡量去滿足客人的要求 不厭其凡 見公司的家具 例如門教 都看得出那些料是漂亮的 設計情報中心設有面識分歧 這個會不會是客戶考慮的因素呢 當然在資金的運用更加靈活 預算自己的預算是容易安排 其實這間屋的每一部份都很有特色 如果整間屋來說 我其實最喜歡的就是兒房 將設計情報中心介紹給朋友 都是理所當然的 我如果有朋友 需要找租租公司 我都會叫他考慮一下